在控制毛病 寫書完就在控制毛病 那個形狀 那個形要寫什麼禮貼都不知道要寫 其實就是要控制這個毛病 因為我們現在禮貼裡面有傳書 有歷書 有開示 有形式 有抽選 每一貼裡面都沒有寫 但是它有共同的項目 就是都沒有鼻子 所以控制毛病是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寫你來 明明解變對不對 每一個筆劃 一下子有三個步驟 有三個步驟 前面的階段稱之為入筆 就是入筆 這邊行筆 後面是收筆 所以國家人打這三個步驟 叫做一波三折 叫做一波三折 所以每一個筆劃來寫 一定要有這三個步驟 現在開始一下 每一個筆劃還要注意 筆尖的控制 筆尖的控制 筆尖的控制很重要 筆尖的控制 筆尖的控制 筆尖的控制如果對 筆尖的控制如果對 你的行別方法就對 一間如果控制不對 你要生理的方法就不對 謝謝你 謝謝 我們生理的學員要注意筆尖的控制 我們現在生下來 橫畫 路筆之後你的筆尖要向你的左邊 橫畫 路筆之後筆尖要向你的左邊 有沒有 這樣左邊 所以筆尖的方向 這箭頭代表筆尖的方向 所以你怕筆尖的時候要注意筆尖方向的正確性 橫畫向左邊 你如果沒有這樣做 你怕筆尖就不行 你不能寫 換的筆尖票不一定 剛開始路筆是這樣 但是怕的時候就要變這樣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怎麼去調整 所以你要去操作 要去寫 你才會知道要怎麼做 你來這裡就是 我要跟你講這個方法 我要你講這個方法 給你了解 要你去做 有問題我們再來做研討 來 我們現在一束 一束入筆之後筆尖要向上方 向敏定 這點就要是垂入筆 這裡就是垂入筆尖 第一次閃 去趕著就好 谢谢大家